时隔319天 弗莱在KPL赛场上 再次拿出了黄木兰 恰逢FMAP皮肤签名上线 弗莱这局比赛也是拿到了MVP 成功为自己代言 弗莱开局直接学2技能上前抢线 升堂关羽一刀 轻掉两个后排兵能直接升2 所以关羽也只敢劈低一刀 轻掉线后弗莱快速转中支援 但是XYG的沟通还是很不错的 在弗莱转中的第一时间 扣住了周瑜和太乙就选择了撤退 如果周瑜和太乙撤退慢了一秒 两个人肯定会被逼出闪现 甚至被留下人头 再次来到对抗路第二波线的处理 双方依旧是把第二波线卡在中间 其实这局比赛 小妖怪的问题是非常大的 小妖怪的中单周瑜 完全可以在第二波线清完 直接转对抗路来压荒木兰 对抗路不清第二波线 是为了让对面没有办法再塔压塔线 但是周瑜可以直接过来扑火 即便关于把第二波线清掉了 周瑜也是可以让荒木兰卡不住线的 而且还能顺便摸塔 这个打法不是我想出来的 是弗然GK周瑜的一贯打法 周瑜如果一直过来摸塔 能在四分钟之前把对抗路一塔给拆了 在第二波线的时候 灵棒的周瑜清完线 是在中河和陈姐张飞桥的线 显然是因为这个时间点 不知道要干啥了 这点不是选手的问题 而且这局比赛 小妖怪在整体上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因为关于解放的太晚了 在正面阵场上找不到机会 我们回到对局 S组打野的第一波节奏 一般都会出现在对抗路 凯就是利用这个套路 时间布局 蹲了一下周瑜的回点 但因为纳可也在附近 凯就没敢打 这里凯还特意跑过来找纳可 嘚瑟了一下 但没猜对纳可在哪个草 显然弗莱被金鱼给骗到了 过去平白挨了一顿揍 弗莱灰声布满状态 再次来到线上 这波酷鞋的关于上来踩了一脚 就是这反常的一脚 直接暴露了纳可就在对抗路 所以弗莱就在原地待着 丝毫不往外面打 因为队友张飞带着惩剑 那可红刷了肯定是要往回赶的 等对方红刷了 弗莱直接一闪过去胖做关于 抱了刚才的一脚之仇 这几比赛打到11分钟才一个人头 前面就跳过了 我们直接来看弗莱的高光时刻 起来 起来